今晚深喉嚨 有多深 化多深 大桶脹水倒進傘內 颱風刺濡 混濁黃水讓人喝不下去 工研院研發淨水傘 透過濾水膜就能化腐朽 微神奇 我們這邊有個過濾的裝置 這個黑色的東西就是我們那個 類似透明的單體 雨傘內有玄機 裡頭最上方是第一道進水功能 透過多孔性過濾單體 能吸附大顆粒的雜質 傘外這個黃色的過濾體 則是超過濾中空纖維膜 能過濾至少百分之九十的細菌 不需要什麼電力 只要靠一個自然的重力 就可以得到乾淨水 我想比較惡劣的條件下 你沒有那麼多條件 你可以去做土櫃什麼 其實這個車基本上 大支上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對 利用腳踏車後輪當作馬達 透過後方的淨水器 也能把漲水大變身 甚至還有這種拐杖型的淨水器 特地在河邊實測和淨水傘 淨水腳踏車的原理相同 過濾完的水能直接生影 工研院研發淨水產品 提供風塞後 民眾移用乾淨水的需求 其實您在家裡也能DIY 有網友分享廚房內都有的 餐巾紙還有篩網 就能做成簡易的淨水器 把六張餐巾紙鋪在篩網上 紙巾能吸附大顆粒的雜質 比一比過濾前水色混濁 還帶有髒東西 過濾後顏色比較沒有這麼黃 也乾淨許多 但餐巾紙畢竟沒有吸附細菌的功能 過濾後的水還是得要煮沸後再飲用 天鵝颱風即將來襲 就怕髒水再來 幾個步驟就能簡單 過濾髒水 既然領導民莊莊 臺北報導 至少